這次是再進步一點的 這次就是 就已經開了 它這個countertop 你可以看到 主廁是很厚的 所以應該這樣說 五樓或二上 你都會看到waterview 大家好 我是Rimax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ensy 今天很開心來到這個榴花 Italia by Sotera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其實Sotera我之前也有拍過它 在White Rock的Monaco 和Brandwood的Bordel 這次他們再次邀請我幫它拍這段影片 這個榴花是溫哥華西區 是七階甲氏的 它是比較充滿的 它一向起的產品 所有產品都是由意大利 或者是斯坡國 所以它所有的用料都很漂亮 而且它的設計很細心 我們現在可以帶大家進去 看看模特兒和表演 給大家看看它這次有什麼進步 在Cell Center 經過Horway 它就放了很多它的獎 因為它的設計 都拿了很多Multi-Family Community獎 或者是Bordel Best Kitchen的獎狀 它所有都展示在這裡 所以它這個發展商 其實就是用心去製作自己的產品 然後另一邊的Horway 你會看到它放在這裡 有這個 其實就是一個 Onix 叫做馬路的材料 這個材料比較漂亮 這個材料會在Master bathroom 待會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個大家看到就是它的建築 其實它的設計 你會看到它是窄 然後一邊上一邊闊 所以越高的單位就會越大 大家看到它這裡向東那個 其實是Fur Street 它又會入口 在那裡 它會有一個Full Time Concierge 這裡 就是一個Cultural Center 是Sponsored by City of Vancouver 會在裡面搞一些 Cultural Activity 這邊它又有另外一個 Entrance for它這個Activity 就會跟Resident那邊分開 而且你看到其實這裡只有 十一、二層 但是是Concrete 有冷氣的一個建築 你看到它這些 其實意思就是那些玻璃的大小 所以你看到它其實 每一戶的採光都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很多都有大玻璃 這些大玻璃其實 將來會是越來越少 因為City of Vancouver 為了去Preserve the energy 它將來的建築 就不會讓開到這麼大的窗 就會小一點 所以這些大玻璃的建築 就會越來越少 這邊向北 其實你會看到 這裡有一些Town Homes Town Homes 就是兩層 它有兩房的Town Homes Sotera有什麼好呢 就是如果你 譬如買這兩個單位 其實你可以打通它 變成一個四房的Town Homes 而且這裡上面三樓 其實有三個單位 兩邊有二層 這個是一層 它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的樓底 全部都是12呎 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裡面的空間 就算一層不是很大 但裡面的空間 感覺應該是很寬敞的 上面就是三房的Pent House 因為看著這邊 其實是會有些Water View 等一下也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Amenity那邊 其實它有一個Cinema 你可以租的場地去看 或者去到這邊 看著西邊 它有一個 Outdoor的Planting Ports 或者是BBQ 然後有Play Area 給小朋友玩 然後向南邊 那邊 你就會看到 它這裡有些Outdoor Terence 這個是四樓 然後就上去 你會看到有些是Balcony 小一些 有些Balcony很大 這個就任君選擇 看看你們喜歡什麼Style 那邊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些 屁股和相片 看看它的景色 它這裡顯示了不同的屁股 其實是一屁股和二屁股和三屁股 它A的就是一屁股和樁股 一會兒可以展示展覽室給大家 我會和你走通它用甚麼材料 你可以感受到尺寸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如果你說覺得 因為它主要是三房在樓上 如果你想要三房在中間 其實你可以分析兩座和一座一座一座 例如這個B是兩座一座的 這個B1的Floor Plans是沒有Flex 即是只有兩座一座 你就可以配合一座一座一座和Flex 變成是三房加Flex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因為你會看到它大很多 譬如這裏 你配合另一座一座 這一半、一半都是來的 景觀方面 這裏是11樓 看著西北位的 就會看到海景 很漂亮的 向北這裏就是山景 Downtown 東邊就是City View 亦都會看到Science World 亦都有少少Water View 向東一路 然後看這邊就是向南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就算是七樓 七樓的話其實也有 五樓都有Water View 所以應該這樣說 五樓或以上 你都會看到Water View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正確的地點在哪裏 這裏有個地圖 這裏是七階隔Fer 就是Italia 它有甚麼好呢 其實它的地點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Walking District 所以這裏有間Earles 你去Granford Island 走路可能十分鐘 將來這裏是變成Sky Train的路線 最近可能走五分鐘或三分鐘 就到South Granford Station 這個South Granford Station 比起序好 就是與Italia 的Completion Day 很吻合 大概是end of 2025 至到beginning of 2026 所以到你收樓 你就會有Sky Train 這條Sky Train 其實是直接去到UBC 所以你如果考慮小朋友 讀UBC 其實這裏是很方便的 又不用到UBC 在UBC那裏偏批些 那這裏其實你吃甚麼買甚麼 這裏都很方便的 那這些數字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 即是吃飯 買到食物的地方 而如果你要Shopping 其實就會都是Along Granford街 大家都知道 其實Granford這裏 是很多東西買的 很多衣服 甚至很多銀行 餐廳都會在這裏 所以其實這個地區是方便的 你有沒有車 有車可以很快去到Downtown 或者Litle去UBC 就算是搭Sky Train 也很方便 那大家可能有留意到 這個建築其實就在Fur街那裏 即是剛剛在Downtown 落橋旁邊 所以可能你擔心有些車的噪音 但其實因為Sotera出名 它用料好 和細心會考慮到這個因素 它的玻璃其實全部都是雙層之外 雙層玻璃中間有Gap 它會放了些Gas在裏面 再吸收更多 希望它的噪音 如果你關了窗 就不會聽到很多聲音 我可以和大家看一下 show room 它今天其實會有兩個show room 一個兩房加flex 一個一房加flex 它兩房的單位是D1 plan 它的size其實是 如果4樓就是762呎 5至7樓就會更大 因為我剛才也有說 它的建築是一路大 所以5至7樓是差不多可以接近到800呎 而一房那個呢 一房那個就會在A4的單位 它差不多是515呎至550呎 我們首先可以進去那個2bedroom看看 入門口位就有個掛衫位 你會看到 掛衫位其實這些櫃都是包了的 你會看到它這些 雙層的 它說這些是用來放厚一點 防水或者怎樣都好一點 所以它的出品一定是漂亮的 然後進入到這裡 這邊就是一個sharing bathroom 它是porseline的地下 然後這個呢 這個faucet其實是 它的品牌是Christina 是一個European牌子 意大利一個designer 只是用Sotera去做的 你會看到它這裡 Range Hour Head 開水、山水那些 全部都是它的品牌 另外一個特別的位置 就是它這個地下 它用了一個mosaic的pattern 它可以 水全部流到中間 就不會走出來 所以你看到它這個位置 是很平滑的可以做到 不需要怕水流出來 然後所有的洗手間 都是有地暖的 然後我們就會經過一個flex room 你會看到這些 全部都是可以upgrade item 這些櫃可以用來擺東西 然後當一個office 這樣去用 然後這裡也有多個closet 你可以擺東西 你看到它那些櫃 你不用自己再去裝修 一進來就可以moving ready 然後這邊就是有個stack up的washer and dryer 這個是Samsung的 可以用手機去控制 進來這裡就是一個second bedroom 你看到第一 它的大玻璃 是很大的 所以你會很光亮 看到景色會很漂亮 它現在放了這個是Double size 然後有床頭櫃在兩邊 前面也可以有位置走 另外一個它這個 它這個很漂亮 是Sliding Smoky glass door 這些櫃也是包了 是soft close的 還有這些LED燈也是包了 那它有什麼好呢 關了之後 因為沒有了人的燈 這些smoky glass 就會變成一個玻璃 一個鏡 你可以照著鏡 即是它未觀得來也很實用 那出來就會有客廳 Kitchen和電視廳 我們首先講到Kitchen 這個Back Splash是one piece 而大家也知道 用料是比較貴的 你不是切斷 但是你的清潔又很方便 然後它所有appliance 都是用Gaggenau的 除了Micro Wave之外 有一個30吋的Gaggenau Gaggenau 然後它的Oven 亦都是self open 很容易開的 按一下 然後它就開到這個30吋的Oven 顏色也很漂亮 深藍色 然後把它關掉 然後它的洗碗機就會在這裡 然後它這個Sink 它用一個Sink 之前我也有說過 在我的影片現在是流行一個Sink 再加Chopping Boil 或者這些洗菜 在這裡洗便很方便 所以不需要一定要有兩個Sink 因為它有這些Accessories 這些都會包起來 這個Color Scheme 是叫Dark Color Scheme 你會看到它 其實都是木 但是我摸下去 還有看下去 有一點像Lather 我感覺是很特別的 在廚房有些質感的材料 然後它這邊的櫃 也會很細心放進去 清潔工具 或垃圾箱裡 讓你使用 另外一定要說 就是它這些Cabinet 今次就再進步 之前在Monaco 或者背刀 它是你要拉開 也是方便的 今次是再進步一點 今次就是 就已經開了 你就可以拿你需要的東西 或者放一些東西去 今天你看到它有幾個按鈕 每邊都有兩個 那你按一下 它就關掉了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即是以一個主婦來說 經常搬東西 其實很辛苦 再要開櫃 其實也是多一個 但這個就不需要了 它連同這些膏 那些 其實呢 讓Cameraman 開給你看 這個也是這樣的 當然我要放一個Stool 再去按鈕 但是你這個 是通常 長期都不會用的 但是它要用的時候 它也是這麼方便 所以它 真的很細心 我很喜歡這個 太方便了 OK 講了這一邊的Kitchen之後 其實它的Kitchen 都會包上這個 Island 這個Island 你也看到了 Waterfall 在旁邊 就包上這些石 然後呢 每一個兩房單位 或以上 都會包上這個 Wine Fridge 亦都是很輕便的 你會看到 Tip Open 是很小力的 就開了 這個品牌是Liber 然後可以大約放到18瓶的酒 你關掉 它也是紙 即是Soft Closed 它裡面這些Storage 可以擺煲 放下碗碟 還有這裡下面都可以擺煲 對 我們來到這邊 你就可以擺 它現在展示了 有三張bar chair 在這裡 即是你都可以在這裡 做東西 或者吃東西 這個Kitchen Area 現在大家後面那裡 其實就是一個Dining Area 因為這個兩房間 不是那些900多尺 1000尺 只是700多尺 接近800尺 所以它有這個 叫corner 位 你擺到一個 四人餐桌 我覺得都非常好 你現在看到 因為它現在這個Sell Center 沒有了C0 C0 其實是8呎 6的 8.6 這些燈就沒有了 因為它們是想eliminate 這些吊燈 但是就會製造光 因為好像剛才我們進來 那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進口那裡 到這裡 都會有光 所以其實這邊 廚房上面 全部都是光 這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的舊屋 其實是 只有一個吊燈 兩個吊燈 你要加那些 Standing Lamp 其實是很暗的 那你見到 這些又加了LED燈 這裡又有光 還有Potlight 加上整個層樓都有 足夠的Potlight 其實整個層樓都會很光亮 這裡是出了Balcony的位置 看看層樓是甚麼 會有不同尺寸的Balcony 然後再過來這邊 就會有一個 他放了一個電視廳 在這邊 因為 尺寸問題 他現在這樣 Stage 因為現在很多電視 你放在這裡 其實是可以拉出來的 所以 仍然可以坐在這裡 看電視 這是他們的概念 然後 電視廳對著這裡 就會是主人房 主人房 在這裡 應該是用了 Queen Size Set 兩邊可以放床頭櫃 但如果需要再大一點 就用少一邊床頭櫃 這裡就是有兩邊的Closet 就是包了這些櫃 都是LED燈 兩邊都有的 我們可能換完衣服 或者怎樣 就進去洗手間 他的洗手間 這個是Master Bedroom 所以第一 他有這個 Medicine Cabinet 其實是四道門都有的 所以你的Storage是夠了 然後 這個Counter Top 你看到 主廁那裡 是很厚的 是跟其他用料 我看過的通常都是一半 或者再少於一半 這裡是用足料 很厚的 它的設計也是 一個 Sync 是收進去 其實有些是它的Signature Sync 很多時候都出來了 現在就進去 一個大Sync Share 給兩個主人 下面的Storage 也是很大 這個 有兩層 讓你可以分 所以很夠用 然後 主廁那裡 它就是會用了 好像一個Bedette 但是是電動的 所以你 譬如去洗手間 你只這樣按這些按鈕 你要揭上那個蓋 可以的 然後用完 就可以關上 它也有 溫度調教 可以暖住 去洗手間 這個是包在全部的主廁 那裡 它這個主人房洗手間有什麼好呢 就是有Shower 有Better 這個是最好的 因為通常現在 Master那個就是只有Shower 其實我覺得 反而很多人喜歡浸浴 就有了是非常好的 你看到 它那些Porsaline包在上面 另外一個賣點就是 它這邊就是 剛剛我進來的時候 介紹的是 Onix的材料 它就是放在主人房套餐 這一邊的牆 所以整個感覺是 豪華一點、漂亮一點的 對了 你會看到這個 即是Christina品牌 它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調教 亦都有按摩的功能 另外一個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寫著 38度 它很特別的 它是控制到 因為通常我們 洗澡的時候 一定要溫溫冷水 才變暖水 那你就很冷 但它這個 是完全 整天都維持著 38度 所以你一開水 就是38度 所以你想想 多舒服 回到家裡洗澡 不用走了 洞水 然後一開就是暖水 所以我覺得Sotera 是很細心的 現在我們可以去看看 它的一房 有什麼分別 和大小可以給大家看看 現在我站在一房的單位 它大約是540呎 有一個Flex 這個門口 首先進來 就是一個Stack-up Washer & Dryer 也是一個 Full Size Samsung 用電話可以控制 它旁邊 也有一個架 包起來 可以放毛巾 你會看到 廚房 其實跟兩房那個 很相似 長短 差不多 但Size 那些apparences 也是一樣的 你會看到它 有自動的開關 很方便 還有一個功能 我沒有說的 剛才在兩房單位 就是一個雪櫃 因為你在這裡按一下 其實它就會開 你可以這樣拉開 還有如果有時候 你忘記關雪櫃 其實它會自己關 你也可以看到 這個Gangano雪櫃 其實它很漂亮 它裡面是Stainless Steel 整個看起來 很豪華 其實冰箱也是一樣的 冰箱也是按一下 它就會打開 它也是一個大格 然後有小格 然後有小格 然後Kitchen 還有什麼包 有些房單位 加Flex 就會有這個Island 這個Island 除了有很多 Storage space 可以擺煲 擺叉 擺杯 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 這張桌子 它這樣拔出來 移動上去 你可以當作 你擺板櫃 在這裡 坐在這裡吃東西 或者如果你準備菜 因為這個Stainless Steel 你可以在這裡 炒菜 做菜 這個位置很好 多了出來 因為你不用 你只這樣 推進去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實際的 地區 然後 廚房對面 這裡 就會是那個Bathroom 因為這個 一房間Flex 只有一個洗手間 所以 它的地暖 還有它旁邊 有包裝 Medicine Cabinet 還有它這個 很濃的 Courge Courge 都會在這個洗手間有 你會看到它很漂亮 都是Porsaline 這就是另外一個 Color Scheme Light的 你會看到它的 Porsaline 都包在整個洗手間 然後 電動廁所 也是這個 很方便 然後它這邊 就會是二合一 Bathroom 和Shower 都會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會看到 它就是用Cristina 這個品牌 所有的水 控制 38度 有個Massage 然後它加了一個 很大的Rain Shower Head 你在這裡洗頭 便會舒服 因為這個是差不多 540呎的單位 所以它的空間 真的剛剛好 然後這裡又包了一個 Flex Room 它的Flex Room 現在這些是 升級的 它就放了 Murphy Bed 在這裡 如果有客人 我想一個 就是剛剛好睡 可能過一晚 但起碼如果有朋友 都可以讓它休息一晚 而這一邊 它放了一個小小的餐桌 有一個調燈位 其實 如果你想坐在這裡吃東西 這個是可有可無 那你就休息一下 可以放其他東西 這個就是看電視的位 你會看到有大玻璃 這裡也是出的Balcony 整個採光 這個廳就會是很光猛 你會看到 而且值得一提 就是它那些冷氣位 通常那些Condoy的冷氣位 是有一個Drop down ceiling 去擺它的管道 但它這個 現在大家拍它那邊 就會看到那些冷氣位 還有燈 它的Spot Port 在這裡 然後那些冷氣管 就會在那個位 就不會再矮 所以整間屋都大約有8呎6的Condoy 然後那個bedroom就會在這一邊 你會看到這個玻璃 其實整個牆都會是玻璃 最後那裡它做不到 因為現在我們在showroom 那個儲位 所以它做不到一個玻璃 但是其實整間房 都會是大玻璃的 又是好光 然後它這邊就不是Styling door 它的燈自動開的 這樣就會包了這些櫃 在這裡 整個感覺是 看上去是很舒服的 高級的 我喜歡這些黑地 你又可以照鏡順便 然後呢 試過上你進來的房間 因為這樣的反光 你會覺得房間更闊落一點 現在已經介紹了所有資料給大家 我可以坐下來和大家說一下它的價錢 看完這些資料 大家我想最重要是想知道它的價錢 如果一房是高級80萬 如果兩房就約1.5米 如果三房有差不多1200呎 就差不多1.7米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可以給大家更多資料 現在每一個房間 其實都是跟一個 一個住宅店和一個儲存 其實很多其他預售 已經可能不包住 或住宅店 要再付錢 這個已經是最低限 每人包了一個 它現在做一個特別的賣 就是如果買兩房或以上的單位 它就送多一個車位 而且車位那裡 Town Homes和Pan House的單位 其實全部都有一個 私房屋 應該是P1 你剛才說過 即是你不用繞到這麼低去拍車 然後你自己有一個閘 就關上它 就比較私房 而Strada Free Strada Free 就是差不多1元一呎 它就包含冷暖氣 concierge 以及一些 amenity等等 成交日子 剛才知道也有說過 差不多是end of 2025 以及beginning of 2026 到時Skytrain站都會建好 剛剛好 配套就在那裡了 希望今次大家喜歡我介紹 Sotera 這個Italia 因為它的位置 在Vancouver West 也是一個很中心的地方 將來也有Skytrain Station 如果你是投資 或者買房子給小孩子 因為他去UBC上學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的用料其實是好的 它也有很高級 所有東西都包了給你 你住下去其實是非常舒服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段影片 Italia by Sotera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WhatsApp我 如果喜歡的話 按個like 分享出去給有需要的朋友 以及最重要是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將來的影片你就會收到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多謝大家